只要这三个魔头也出手 就算能逃出此阵 天涯海角也逃不过他们的追杀 这三人的名头加起来 比四大名补还要响亮 落在他们手上的人 全都只后悔一件事 世上实在不该有自己这个人 这样可怕的三个人 高丰亮本来想一刀杀了这个 作威作福鱼肉百姓的狗奴才 但是想到那三人已经无心在杀人 只是颠倒了他 那三个人人怪 出手怪 名字也怪 老的叫做老不死 中的叫做中坚人 青的叫青梅竹 这三个人已经不需要名字 只要有代号就天下接吻 人所皆知了 高丰亮等人本来前了进来 主要是想跟家人亲友告别 安顿后世 然后圆斗高飞 可是此刻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既然老中青已逼近青田 无论他们怎么逃都插翅难飞 他们互相望入对方眼里 彼此都了解 纵然是片刻小叙 总好过连指手相看身迹 来生将容颜依稀地记住的机会也没有 外面嬉戏历历下着雨 雨声渐渐地轻了 盯上一推窗望去庭园 原来雨已成雪 原来是深秋后的第一场雪 纷纷踏踏 停停哀哀 倾刻之间 铺了一地的纯净 高丰亮和唐肯在老局主大处师的临位前 恭恭敬敬地上了箱 扣了头 高丰亮悲声禀道 爹爹 青树孩儿不孝 不能光大您一手创立的神威标局 而至于今天零星啰嗦 破败参局 无可万静 皆因狗官的逼害 我 我 高丰亮悲不成声 上香叩拜 眼袖退下 唐肯见这下的败迹大疼料落 只剩三五名仍忠心耿耿的兄弟以及永成 大都气态沉溺 满脸的悲屈 心中甚是哀愤 他叩手说 大老爹 您养我欲我大恩 我唐肯三世都报不尽 我 我做不了什么事 只有一死跟到底 居主被通缉 我就坐牢 身为要王 我先死 谁敢杀居主 我就拼了 丁商一 镜子在门前挡风处 上了一炷香 宁神膜拜之后 回到大堂 忽然说 还有一个办法 高夫人高小心地望向他 等他把话说下去 丁商一说 我们有两个活着的证人 高风亮说 你是指班杰明和李小红 大家都没弄清楚丁商一的意思 丁商一说 李小红是诬告假作证的人 班杰明是李恶泪 卢文章派来毁灭身为标局的人 这两个人 只要给冷血吃到 上报给诸葛先生 事关重大 未必就不能翻案 只怕到那个时候 我们的尸骨已寒哪 唐肯却大力阵法 就算我们死了 只要翻了案 一样可以留得清白在人间 不 丁商一坚定地说 更重要的是 让这些狗官东床事发 种着恶官满盈 轻得也搞得他们手忙脚乱 那也是好 好 高风亮重新有了生机 活着 就算短暂 只要能种下 这复仇许耻的种子 也足以振奋 我们走 想到和妻子才刚见了面 连话也未曾多说几句 不由心头发苦 苦上了牙齦 刚见面 这 这算如何呀 丁商一不仅了然 是要走 不过 不是今天 今天不走 这怕 再也走不了了 他们再早发动 也要等明天 丁商一胸有成竹地说 我已问过黎孝红半接名 他们是说 李恶类的手下 今晚开入镇里 等明天逼交睡梁 只要有人违抗 就先找神威标局的人开刀 然后注意的杀鸡敬猴 务事人人都不敢不交 他们料想 我们还没有到 外面又有鲁问章的人监视 里面也安排黎孝红这几个人 以为万无一失 所以今晚之前不会有什么事 咱们天破巧前动身 应该来得及 其实 丁商一这份推测 主要还是成全身为标局的人 多骗具 围拢 有理与否 倒是其次的 永成表示同意 是啊 要是来不及 就算现在动身也一样来不及啊 永成指的是老中青 高巧心嬉戏戏笑了 没想到上次 我们挖的那个洞 有那么大用处 爹爹还打骂我们一顿呢 高风亮一息记起了此事 还说啊 你们还掘出了一句死尸 搞得永师弟中标头 他们忙着手脚 把他安葬走 高风亮说到这句话的时候 死尸二字 再度映入到唐肯的脑里 原先第一次向黑夜的星光亮了一亮 乍然间还不清楚什么 这第二次再度闪亮 使得已经提高知觉的脑里 马上清澈如流星滑过一样 唐肯叫了一声 此事 高风亮和永成同时叫了起来 此事 他们都同时想到 可是丁商一高夫人高小心 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只听三人异口同声叫死尸 都觉得震恶 永成率先说 八年前 清天镇发生过一次大地震 唐肯接下去 这地震很烈 会不会使土地转移 震裂关地 一致 高风亮叫了一声 会不会是爹的一体 丁商一这时才明白他们所知 这地方曾经经历过一次强烈的大地震 他们正在怀疑 是不是这场大地震将这石棺震开 尸首回地壳转移 而推至他处 当年唐肯和高小心决动时 遇到地层下的裂缝 就是最好的证明 高风亮急道 那你们 那尸首埋在哪里 永成说 藏在后山的坟种里 那时候他们都搞不清楚 这具早已腐烂掉的尸首是谁 只好把他埋在后山里 那时 李孝红刚好出外压镖 由于不是件什么大事 回来也没听谁提起过 丁商一问 他们是不是一进来 就掘开高老太爷的坟墓查探呢 高夫人说 是啊 但是石棺也裂 坟里空空的 他们就问我有没有改造 我说绝无此事 他们看见石棺真的裂了 才相信 说到这儿 有些难以计考的样子 高风亮说 这事情大有蹊跷 什么事你尽早说出来 他们还 还问我 问我 有没有看过 看过什么呀 看过老爷的身子 我当然没看过 他们又问你 有没有看过你爹爹的身子 我说我不知道 反问他们找到你下落没有 他们避而不答 荒谬 高风亮心里却在想 奇怪的是 父亲一直极少赤身 连言下都不例外 这可真奇怪啊 丁商一沉言说 看来 高老太爷身上 赐了些什么秘密 但是安葬之后 因地震之故 遗体移往他处 后葬于后山的坟种里 李恶泪 李孝红等 不知道有这些转变 只去挖掘你们家祖坟 一无所获 于是只好查问旁人 有见过老太爷身上的刺青 丁商一这样推论着 问了一句 只不知道 老太爷身上刺着什么 竟然如此的关系重大 高小心忽然叫了一声 众人看去 只见他的袖着眼珠的口 但仍不及发出声音 大家都明白 他是为了当日决道的 竟然是爷爷的尸体而金心 丁商一把话题继续下去 那么说 李恶泪他们知道 事关破裂之后 知道尸首将不存 便专注去找那张链布 想必是要从链布里 可以查到些什么 高小心忽然又惊叫一声 他尖叫第一声 可以说很自然 但叫到第二声 未免有些意外 众人都看向他 只见他多多的没了主意 那就是链布吗 我收起来了 众人一听 全部意料不到 这非来一个天外的结果 而发了证 我想那尸体 不知道是谁的 心想可能日后 有他的后人来认领 留下一件账物也好 我 我就留下了那块布 高小心战红着脸 他不知道爹爹 会怎样责怪他 你做得再好没有了 丁上一高兴带着鼓励的说 你把脸部收在那 快拿出来看看 可 可是 高小心仍高兴不起来 怎么 你丢了 高风筝提高了声音 不 不是 高小心慌忙地答着 终于下定决心说 我 我把他洗干净了 一张果实布 当然要把他洗干净才留存 这是一件很正常不过的事 可是脸部洗干净了 自然就什么痕迹也不留了 众人一颗刚提起来的心 又沉了下去 高小心不晓得 在什么地方 拿了一条微微泛黄的白布 众人仔细看过 只有几处淡绿台痕 和荒棕的泥子 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高小心看着 大人失望的脸色 紧紧咬着嘴唇 把唇色的咬白 才能忍住不哭 丁商一流意 便笑着说 其实啊 我们也太多心了 这脸部 既在泥底里压了多时 就算起出来当是细茶 除了泥巴 又能发现什么呢 我看到里额泪 也是枉费心理罢了 高风亮横着女儿一眼 没去骂她 跪下来 向老太爷的灵位拜道 孩儿不孝 不知道 这是重大新闻 如果他是能复兴神威 必定把您老人家的遗体 清回来安葬 唐恳也跪下来 老太爷 都是我唐恳的错 千不盖万不盖 冒犯您老人家的身体 说着 哗哗打了自己几劲儿光 高小心也跪了下去 爷爷 高小心没说什么 他们就哭了起来 丁商一摇摇头 我是旁人 说外话不见怪 你们有什么做错呢 要不是你们发现 只怕高老局主 在地底里 连块棺板也没有啊 现在遗藏复生 总比扑师的好 也胜过今次 给棺差掘出来 这是高老先生 全下有灵 待他日 你们有能力的时候 在修坟制地 风光大藏 这不也一样吗 别难过了 丁商一这样劝慰 高小心心里才好过了一些 哭声才知 永诚在一旁 看到高风亮 唐肯丁商一三人 还像个泥人似的 衣衫尽尸 既然不是现在行动 你们先歇歇吧 我就幸福他们做饭 不管明天如何 今天吃个椭圆饭再说 唐肯和丁商一都觉得 应该让高风亮和家人聚聚 丁商一觉得唐肯 应和高小心叙述一叙 而高风亮和唐肯都觉得 丁商一是陪他们身为标局的人 挨性命 心中过意不去 都希望他息息身子 歇歇皮 身为标局 剩下的人虽然很少 但是见局主回来 不管有没有明天 心中那份失落 患上的勤快 要做饭很快 希望吃过团圆饭之后 真的就能团圆 虽然明知兵败如山倒 树倒胡孙散的结局 那是注定的 鲁问章 可不是这么想的 他坐镇在 牙堂的正桌之后 头上悬着一面 公正联名的牌匾 原来的官 只敢在旁边站着 这几个镇 原就是鲁问章管 何况有更大的官 里厄泪要倒 发了疯的人 都不敢得罪鲁问章 鲁问章刚坐下来 又起身 气冲冲的踱步 又坐下来 这小官一颗心 才稍安 鲁问章 却 豁然站了起来 鲁问章 这官几乎吓得跳了起来 下官在 你为什么一听 我叫你的名字 就怕成这样啊 鲁问章瞇着眼睛 忽悠把眼睛睁得老大 仿佛这个表情 才比较像明察秋毫的气派 是不是在征睡时 做了什么中宝瓷囊的事啊 他本来是要问 这地上 怎么会有一两滩的血水 但见文章惊怕 更要错错观微 唬一唬他 没有 绝对没有 文章是呼天叫区 真的没有 下官忠心耿耿一介不取 只被大人效命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 鲁问章这句话也听腻了 笑了一笑 掏出木树 扒了扒胡子 那你又为何惊怕呀 那 那是因为 因为大人的虎威 文章 察言观色 迅速抬了一下头 又怕冒犯天威式的低下头 因为刚才大人 叫下官见名的时候 下官一抬头 下官看见了 嗯 你看见了什么 下官 不敢说 有什么不敢说的 好 下官 怕照着说了 会降罪下来 下官承受不起 文章越是这样说 鲁问章就越想听 这天大的罪 有我替你顶着 快据实说 下官 这一抬头 就看见 文章结结巴巴地说道 就看见 看见大人您 您的头上有 有一缕烟气 好像 什么烟气啊 好像是一条 是一条要飞起的 一条金龙 真的吗 陆文章心头一喜 随即一阵 胡说 文章立即跪下来 下官该死 下官该死 陆文章拍了拍桌子 文章 你刚才说的话 可是 可是不赦之罪 你可知道 下官之罪 下官 下官之罪 不过 下官是句实直说 句无半句虚言 而且大人说过 不降罪于下官的 哦 你说的 可是实话 句句实言的 陆文章心头窃喜 啊 我这次赦免你的罪 不过文章 你在外面 可不得乱说 下官小的 下官小的 下官必定收口入瓶 绝不泄露 陆文章 见得聪明 嗯 日后 我调你跟着我 你可愿意啊 文章巴不得 他说这句话 这几个阵 搜刮了这笔之后 早就已经 游进灯窟 跟在 陆文章身旁 那才是个大 大飞圈 当下是叩头如刀 蒜泥 啊 下官 下官为大人 效命 万死不死 万死不死 陆文章心中嘀咕 这连半死的风险 都不必冒 说什么万死 但是 他也没有想下去 他刚刚一直 愤愤不平的事 这丁商一 怎么会为了一个 区区亡命之徒 官非斗 而舍弃他的恩情 居然跟神威镖局 那敢叛逆作乱去了 他实在是 左想右想 想不通 摸着被丁商一刺商的 又累 但绝未认命 陆文章问 你派去等候 李大人大驾的人 怎么还没有回来 呼听 一个声音说道 明天才是 脚税的最后期限 另一个声音接着出 所以李大人 无需来得太早 陆文章文言 语音一颤 听内容才知道 差点没拔剑出窍 文章却攻身说 两位少侠 来的是两个 长得一模一样的 锦衣青年 正是李福 和李慧 二人